救赎反派成功后,我假死在他怀中。我死后,你要做个明君。他双眸发红,说了什么,我没听清。可没想到,我走后,心地性情大变,战乱四起,风骨不息。更没想到,再次相见时,迎接我的是黑化值300的并交反派,和一根筋锁链。刚休假一个月,系统就通知我要加班。可临走之前,我明明完成了任务,救赎反派成功,按理来说,他会是一个明君,摆脱原本的结局,世界维持稳定才对。 反派目前黑化值300,严重影响世界安全,请宿主再接再厉。我之前可是病死在他怀里,突然诈尸,他会不会把我当妖怪抓起来?请宿主自己寻找合理借口。没用的东西。我常叹一口气,适应了下现在的身体。在任务世界,系统会按照我原本的身体进行一比一复刻,伤了死了都不怕,非常之人性化。现在这个身体,发型衣裙跟普通工女一样,混在工人当中,毫不起眼。所以,非常适合听一些八卦。 小声议论着。甘露殿那个文若,不过一个流落青楼的醉沉之女,无名无分的,还敢顶撞陛下,不知道到底哪里迷惑了陛下。据说,是因为她与那位相貌相似,必下财。毕竟是姐妹,要我说啊,这狐媚尽都是一脉相承。文若。 许久没听见这名字,我恍惚了一瞬。出林这个世界时,系统给我安排的身份是最臣之女,与我同名同姓,叫文欣。她还有个流落青楼的妹妹,叫文若。如果不是崇明,那。 我思索着,全然没注意到突然安静下来的氛围,直到一声哆哆嗦嗦的,陛下。我呼吸一致,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先随着周围的工人一起跪下去。 这是多年在宫中魔力出来的反应,见到贵人,合群就对了。隔着一段距离,优良的声音清晰地传入耳中。继续说啊,朕还想听呢。 两个宫女不断磕着头,嘴上求着饶,听着分外可怜。可龙脸上的那个人却毫无怜悯之心,反而轻笑道,真是无趣。脱下去,仗毙。 两人被脱下去后,大太监一挥手,示意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颇为僵硬地转过身,抬起脚步,只想赶快离开着。这不对。谢斐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救赎真的成功了吗?文若为什么被他强行扣在宫里?有太多问题夹杂在脑子里,我暂时还没想好复活的理由,也不想跟谢斐相认, 只能先离开。眼看着离谢斐的距离越来越远,那如同朱玉相撞般的声音再次响起。站住。我身形一僵。转过身来。我左看看,右看看,确定了谢斐说的是我。转过身,认出我,接下来呢?谢斐最讨厌谎言,最厌恶别人骗他。之前的谢斐兴许会轻轻放过我,但眼前这个谈笑间取人性命的谢斐,实在太过陌生,我没有把握。我刻意不去想自己的下场,只是按照本能,跑。眼前的景象飞速后退,身后的脚步声嗡嗡作响。 恐惧驱使我向前,呼喊声被我抛在身后。直到前方无路可跑,我被迫停下,气喘吁吁地弯下腰。胳膊忽然被人一把抓住,用力之大,让我以为他要掰断我的骨头。我被迫偏过头,撞进他幽深的视线里。下一瞬,我听到他温柔到诡异的声音,跑什么?我到这个世界时,谢斐还没过12岁生辰。 他母亲是同皇帝一起长大的婢女,容貌美艳,得宠一时,有孕时被诬陷与人私通,被打入冷宫。所以,谢斐从出生起,就在冷宫。唯一对他好的亲娘,也在他六岁时离世了。而我在发愁,一个最沉执女,无权无视的冷宫小宫女,拿什么就赎被众人欺凌的反派。 我不敢贸然亲近,只是默默跟在谢斐后面,陪他看书,看树,看花,看月亮。 舒适不知从哪搜集来的杂书,其破旧程度,一眼望去,年岁应当同我爹差不多大。 树适冷宫里无人打理的杏树,野蛮生长,毫无观赏价值,唯一的好处是能接一些杏子。 花是院子里的石板下生长的野花,交错在一起,只觉得杂乱。 月亮悬挂于夜空,抬头可见,更是没什么稀奇的。 可谢斐看得很入神,我实在好奇,就问道,殿下,你在看什么呀? 日日看这些,看不腻吗?谢斐沉默许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了。 看,朋友!我打哈欠的动作愣在半空。 十二岁的谢斐沉默寡言,在这皇城中摸爬滚打,才活到今天。 原来我所无视的一草一木,就输月亮,都是他眼中不会说话的朋友。 人不是他的朋友。这些才是。 而这些在当时的我看来无聊的日子,却是未来几年中难得的静谧安宁。 谢斐和男主谢玉同一天过生辰。 不同的是,七皇子早出生一个时辰,母族高贵,皇上偏爱。 在谢玉十三岁生辰这天,宫中灯火长鸣,天子设宴庆贺。 不过所有的热闹都是谢玉的,与谢斐无关。 我在系统那用积分兑换了晚长寿面,等谢斐回来,人却迟迟不归,我心中渐渐不安起来。 按照系统的提醒,我终于找到了谢斐。 惨白的月光,冲淡漆黑的阴影,映出他模糊的身形。 谢斐扶在地上,断了一条腿,狼狈至极。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七哥同一天生辰,真是晦气。 这是男主的跟班弟弟,虽非一母同胞,却极为敬仰男主。 眼看着他还要继续,我一咬牙,冲上去,挡住了太监麾下的那一棍。 砰的一声。 那是令人牙酸的碎裂声。 我跪在地上,强忍胳膊的疼痛,颤声道,殿下,您走了有一会儿了,七皇子正寻您呢。 九皇子微微一愣,随即冷哼一声,瞪了谢斐一眼,这次就算了,下次饶不了你。 带人走后,我连忙去看谢斐。 你撒谎了。 我一愣,是,奴婢这是权益之计。 不怕他报复你吗? 原来他是在担心我。 我安慰道,九皇子身份尊贵,应该没时间离我一个小宫女。 再不计,还有系统在呢,我死不掉。 谢斐正正地看着我,又垂下眼帘。 原著中,没有我的存在,他是自己一点点爬回冷宫的。 但谁让我心善呢? 我深吸口气,背起谢斐。 虽然我这具身体年岁比他大,但身体素质一般,背13岁的他实在有些吃力。 更倒霉的是,胳膊上的伤越来越疼,我走了一段路,实在疼得不行,只好抬起头, 为了转移注意力随口道,殿下,你看,烟花。 明月高悬,烟花绽放。 这是冷宫里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景象。 谢斐志嫩却冷淡的声音传来,那是为亲妻皇子生辰放的烟花,倒是便宜你我了。 有一刻,我还当真有种偷了别人幸福的小偷的错觉。 我轻笑一声,这一路,不近,却也没多长。 我没想到,一日,妻皇子来了冷宫,他还带了伤药。 抱歉,酒地顽劣,胡闹惯了,你不要与他计较。 看着人模人样的,说的话却不是个东西。 就他,男主。 等他走后,我生气地想把药扔出去,犹豫半赏,又舍不得。 太医不愿踏足冷宫,本就缺药,要是在遭剑。 谢斐看我纠结完了,才道,上药吧。 我走过去,气闷道,您被人这么对待,都不生气吗? 永远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我想撩起他的裤腿,帮他上药,他却轻轻拦住我,道,是给你自己上药。 正愣片刻,才想起来我昨夜也受了伤。 可那伤,早在系统的修复下好了。 编不出来理由,我干脆道,奴婢皮糙肉后,伤得不重,给您上药,才是最重要的事。 然后不顾他的阻拦,三下五除二地卷起裤腿,开始上药。 谢斐微微一颤,却没躲。 药上得差不多时,我听到他声音低哑道,无所谓外人如何待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一正,才想起来他是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不生气? 因为都是外人,无所谓。 他生来就没收到过善意,自然不会对他人有所期待。 而这个回答,应该是因为我一直陪着他,他有了雏鸟情结。 虽然如此,但我确实是他唯一的依靠。 我叹了口气,心里经过一番斗争,选择与系统交易。 用我的三分之二积分,兑换知识与物资。 对谢斐轻囊相受。 我不介意在他面前展露出一些谜团,他也识去的不去细究。 只是偶尔,也会疑惑。 难得无人打扰的午后,阳光和煦,谢斐抬起清澈的眼眸,看向我。 你为何对我这样好? 我胡周道,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呃,有。 我教你知识,便是你师父。 师父对徒弟好,是应该的。 谢斐汗手,轻声道,师父。 我一颤。 只是没想到,他当真这么叫了起来。 谢斐一手之一道,那你,也不必喊我殿下,太过生疏,直接喊我名字吧。 谢斐。 他没说话,只是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脑中灵光一闪,想起原著中他母亲喊他的称呼,试探道,阿斐。 嗯,这算是回应。 果然是雏鸟情节吗? 谢斐的变化实在太大,才让我见了他一面就像眉头苍蝇似的乱跑起来。 虽然最终没跑过他,还被他带回了寝殿,但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假死在他登基那天。 我看着他兴冲冲地与我分享喜悦,下一秒,在系统的催动下,没忍住喷出一口血。 然后,我看到,那笑容将在脸上,取而代之的是惨白的面色和惊恐的双眼。 倒在他怀中,我气息微弱道,别难过,我死后,你要做个明君。 他双眸发红,叫喊着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 不过如今的他,万人之上,地位显赫,不会再有人再敢欺辱他了。 熬过这一时伤痛,迎接他的,是无限光明的未来。 只是没想到,这个世界离我走后才过去不到两年,就战乱四起,崩坏直飙升。 师父没有话想对我说吗? 他喊着笑,冲我逼近。 我一步步后退,你,你听我解释。 为什么死顿,为什么要跑? 我绞尽脑汁。 直到退无可退,我靠在了床边。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这场面让一向擅长诡辩的我都顿住了,只能在内心疯狂呼喊系统。 然而,系统仿佛死了一样安详,于是我也跟着沉默。 谢斐似笑非笑道,师父怎么不解释了? 再不开口,就没法开口了。 我勉强地笑了笑,道,阿斐,或许,你还记得,我临死前说过。 如有来生,我还做你师父。 说到这,我因为紧张和震惊而断掉的思路重新续上了,面不改色地开始胡舟。 许是上天敢我心致成,无须来生,这辈子就让你我再续师徒前缘。 谢斐沉默片刻,伸手,将冰凉的指尖探在我脖梗上。 我被凉的一个哆嗦,颤声道,阿斐,你泥泥,冷静些。 但谢斐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将手指按在我脖梗上,感受了片刻,才露出一点笑意。 还活着。 我微微一愣,原来他方才是在探我的脉搏。 不等我放松,谢斐又道,师父,你方才的解释,阿斐不信。 少年锐利的眉眼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力气,缺少血色的面容愈发妖异。 师父不若再想想其他解释,毕竟现在,他缓缓一笑,阿斐没那么好骗了呢。 此情此景,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床上。 但嘴比脑子快,我脱口而出道,我没骗你。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我沉重地闭上眼睛,骗我也无妨。 闻言,我惊诧地睁开眼,撞进谢斐的目光中,一时有些正愣。 谢斐冰凉的手指落在我的脸颊上,妈撒片刻,一点点下移,致腰间。 师父,我不信你了,你骗不到阿斐了。 苍白的指尖挑开腰带。 只不过,骗人总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 我正愣着,看到谢斐露出一个好看的笑意。 这是师父教给我的道理。 大事不妙。 我疯狂摇着头,伸手要推开它,却不料,下一秒一抹冰凉贴住手腕,咔嚓一声,让人迟冷。 抬眼望去,是一根金链子,将我的手腕扣在床头。 还不等我反应,暧昧而灼热地稳落下,一路蔓延到脖梗。 我只觉得烫,仿佛被丢到岩浆里,反复融化。 少年的双眸似无底深渊,黑沉沉一片,好像要把人的灵魂吸进去。 他要做的,也确实是大逆不道的事。 我以为我教出的,是知理明理的明君。 没成想,剧情崩坏成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我竭力维持着理智,我,我教过你,君子不强人所难,你。 我不是君子。 谢斐扬起一抹戏谑的笑意。 我就是很坏,需要你一直拴着我才行。 后面的话,我再无法说出口了。 只有那根锁在手腕上的金链,颤颤巍巍,哗啦作响。 目标任务黑化值降低50,请宿主再接再厉。 不是,我。 我很想说点什么,但又想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攻击他。 距离重逢已经过去了八个时辰,而那根该死的金链子,也在我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之下,销毁了。 谢斐去处理正事,我也有空思索剧情。 昨天来时,太过匆忙,听到工人口里的传闻,还没深究。 谢斐为什么会把文若关起来? 难道真是因为我? 正在我发愁时,文若派宫女前来邀我一叙。 这可真是打瞌睡,就有人给我送枕头。 先前做任务时,我知道文若是这个世界的女主,会在青楼与男主相遇,开展一段虐恋情深。 所以我有银子后,也没有熟人出来,只是派人暗中保护,不让人欺负了他。 而原著,也没有谢斐抢取豪夺这茶。 文若与文心多年未见,是已见到我时,整个人正愣在原地,双目泛红,眼泪将坠未坠。 宫里是个会吃人的围城,而青楼更不是个好地方,对女子的压迫只会更甚。 但文若始终记得我这个姐姐。 她抱住我,哽咽道,姐姐,这些年,你还好吗? 我轻声道,挺好的,你呢? 一番续咎后,文若止住了眼泪。 她道,姐姐,你也是被谢斐所破吧? 我与谢玉买通了工人,计划今日出工,去往齐国,谢斐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逃到邻国,倒也算个法子。 不愧是女主,就是敢想敢干啊。 文若从柜子里拿出包裹,一把抓住我的手,向外走去。 银子和通关文碟都准备好了,夜长梦多,我们现在就走。 我目瞪口呆,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被她拉着跑起来。 一路到工门口,我看到了谢玉,和她接应的马车。 等等,我停下脚步,文若疑惑地回头看我。 我抬眸,开口道,我是自愿留在这的。 我本就是为谢斐而来,不可能要跑到齐国去。 让我亲眼看到你离开就好了,你们这一去,就不必回来了。 改变原著的结局,逍遥恩爱,也不错。 这下目瞪口呆的人轮到文若了,他惊诧道,可我怎么能看着你留在那个暴君身边? 我们一起走。 谢玉长大之后,依然是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 他硬喝道,阿若说得没错,去齐国的机会只有一次,姑娘三思。 我叹了口气,还没再开口,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哦?你们想去哪儿? 我心下一沉。 这道好听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 昨夜,这声音的主人还在我耳边呢喃,肃尽暧昧之言。 可此刻他的出现,无异于催命符。 文若剑被发现,索性破罐子破摔,痛斥谢斐的无耻来。 至于谢玉,他脸色惨白,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多年前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去甚远。 但谢斐好似不在乎他人的反应,只是让人捉住二人,然后来到我面前。 凉风吹过,我一个哆嗦,下意识到,你听我解释。 谢斐没有听我解释,他又把我抓了回去。 我坐在榻上,无奈道,我没想走,真的。 谢斐没有发怒,反而轻笑一声,真的吗? 你真的没有想离开我,真的没有想跟谢玉走吗? 谎话说多了,说真话反而显得没有可信度。 我点头肯定道,真的,这次真的没有骗你。 谢斐缓缓弯下腰,逼近我,仿佛要看穿我的一切心思。 他喃喃道,你们都想选择他,是不是? 君子如玉,你喜欢那样的人,是不是? 那样的人?谢玉。 可我对他的印象早就随着那瓶药跌入谷底了。 眼看谢斐陷入思维怪圈,我一急,干脆亲上去。 我选择你。 腰间的手陡然加深力度,更深地稳落下。 那就证明给我看,你是如何选择我的。 一睁眼,就是系统播报。 目标人物黑化值上升,危险,警告。 我看着手腕上再次出现的金链,常常叹出一口气。 系统,我怎么感觉一顿努力白努力了呢? 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宿主知道就好。 我以为这次同上次一样,撒撒娇,谢斐就会取下来。 但他没有。 铁了心一样要把我关在店里。 单方面争吵之后,我终于接受了事实。 我被小黑屋play了。 我气冲冲道,你锁不住我的。 谢斐笑意森然,汗手道,好啊, 那我就把看守的工人和你妹妹都杀了。 我师生道,你怎么能? 怎么能这样草劫人命? 我为什么不能? 谢斐的鼻尖几乎贴着我的,一字一句,裹满决绝与狠利。 除了你,世上无一人善待我,我为何要在意他们? 幼时的她,是连一个低等宫女都能欺辱的存在, 确实难存对这世间的善意。 也许我确实是错了,我不该对她那样好, 让她过分依赖我,也不该忽视她偏激的占有欲, 以至于到今天无法挽回的地步。 背锁着什么都做不了,我又不愿意搭理史做俑者, 于是开始睡觉。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是谢斐十六岁时,那时我们已经为她的母妃翻案, 洗刷冤屈。 她也出路锋芒,得到了皇帝的亲眼。 夺位之争愈发激烈,皇帝派谢斐去江南查一桩贪腐案, 牵扯甚广。 只要活着回来,她就是储君。 我与谢斐九死一生,查清了这桩案子, 却在回京路上遭遇刺杀。 是九皇子。 她在为她的七哥铺一条康庄大道, 扫除一切阻碍。 因此所有杀手,皆是精锐。 杀生震天,满目都是鲜红。 我只知道,绝不能输在此刻, 所以用大量积分与系统交易, 得到杀死九皇子的能力。 那是我第一次杀人。 血溅在脸上,是温热的。 我动作僵硬地用手指擦拭, 慢开一片烟红。 我知道,那是生命的温度与颜色。 九皇子临死前睁大的双眼仿佛黑洞, 将我的灵魂一同吸进去。 我为谢斐杀了九皇子。 说到底,与九皇子为了谢玉行凶, 没有区别。 过多的恐惧堆积在一起, 让我看起来麻木。 但只有我知道,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再次醒来,我有些恍惚。 大概是过去了很久。 我浑身发热,喉咙干哑, 几乎说不出话。 偏过头,是红着眼眶, 憔悴无比的谢斐。 我一愣。 你,你怎么了? 我艰难地发出声音。 这模样,病得不像是我, 反而是他。 摸摸我的脸颊, 但最终还是垂下了手, 阴雅道, 对不起,我放你走, 你不要死。 啊? 看来我这一病还挺重, 把谢斐都吓住了。 我悄悄在心里问系统, 你干的? 助人为乐, 不用谢我。 你听懂吗? 不过他确实干了件好事, 至少, 现在谢斐能听得进去我说的话了。 我支起身子, 勾住他的脖梗, 对准他的唇, 吻下去。 我不喜欢谢玉, 我喜欢你。 这次没骗你。 是真的。 你不信, 我就一遍遍说给你听。 直到你相信。 谢斐是真的以为我要死了。 在我昏迷的两天内, 他想了很多。 他想起两年前, 大局出定, 他以为能把全天下最好的都送给我, 从此不必再跟着他吃苦受罪, 颠沛流离。 他以为那在伸长公道上 互相搀扶的二人 可以走出黑暗, 前路招招。 但我死了。 他才知晓, 其实他从来没有走出过那条公道。 沿途会暗, 只剩他一人举举独行。 我离开的这两年, 战乱四起, 因他不信我就这么死了。 他想一统天下, 找到我的踪迹, 因此不顾身体, 不顾一切, 吞并邻国。 再次相遇, 他从未想过报复我。 可我跑了。 再次抛弃了他。 相互纠缠, 彼此憎恨, 他以为我又要死了。 我已经死在过他怀中一次了, 他无法再承受第二次。 明明心中又恨又怕, 却只敢咬着牙放我离开。 思极此, 我心中酸楚, 扑进他怀中, 轻声道, 对不起。 我确实错了。 不该再救赎他后, 又选择那样残忍的方式, 将他抛弃。 他不是书中的反派, 他是与我朝夕相处的谢斐。 我对文弱, 没有他人口中的一见钟情, 而是。 他停顿片刻, 似乎难以启齿。 我追问道, 而是什么? 我想求死。 什么? 我正愣片刻。 我知道谢玉的特殊之处, 也知道他喜欢文弱, 所以我故意把人关起来, 逼他造反。 虽然我没亲口说过, 但谢斐飞寻常人, 早就猜出一二。 他寻不到我, 逐渐接受现实, 就想借男主这把刀, 杀了自己。 我心中发色, 闷声道, 当初千辛万苦为你求来的生机, 不准随意挥霍。 对不起。 谢斐低声道, 你不想让我死, 我就不会死了。 我爱你, 当然想要你活着。 谢斐将头埋在我的脖梗处, 微微蹭了蹭, 像一只疲惫的猫。 目标人物黑化值下降, 请宿主再接再厉。 系统的机械阴带了一丝喜悦, 凭空出现。 和好之后, 谢斐就把关在大牢里的文若和谢玉放了。 文若走前向我道别, 他说, 他要随谢玉去骑国了。 我助他一路顺遂。 之后, 谢斐的十九岁生辰要到了, 我忙得脚步粘地。 黑化值还剩, 宿主辛苦。 我不是为了降低黑化值。 我叹气。 那是为了什么? 我轻哼一声, 你一个系统, 不会懂的。 呵呵, 我怎么感觉他在嘲讽我? 万寿节当夜, 我兴冲冲地拉谢斐走到宫中最高的摘星楼上。 下一刻, 彩色的火光犹如流星般划破夜空, 绚丽璀璨, 美不胜收。 七年前, 我说, 未来也会有为殿下而放的烟花。 当时的谢斐不信, 因为没人庆贺他的出生, 也没人会为他欢喜。 他连晚长寿面都不敢期待, 更遑论烟花。 现在的你, 不再是当年冷宫里的八皇子, 而是万民敬仰的皇帝, 所有人都在为你的出生而开心呢。 我笑意盈盈, 看向谢斐。 他漂亮的眸中映满华光, 如同最起立的梦。 这是我亲手养大的少年, 我最爱的人。 我要感谢这一切, 让我遇到你。 谢斐, 生辰快乐。 爱意无声流淌, 蔓延在我们之间。 四目相对时, 一道突兀的电子音响起。 目标人物黑化直,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下一瞬, 谢斐末地将我拥入怀里, 声音低哑, 你要离开了吗? 他答应我会做个明军, 不会再求死, 任务已完成。 我没有留下的理由了。 我要离开吗? 刚想回答, 就听到突兀的一声。 陛下! 急报! 齐国来犯。 他原本没有这个胆子, 但谢狱里应外合, 大开边境防线, 让齐国攻入。 援助谢斐暴力自虽, 民不聊生, 谢狱却温文尔雅, 兔身得民心。 因此, 男主夺起未来名正言顺, 非常顺利。 可如今不一样, 谢斐登基两年, 虽然好战, 却不是暴君, 而且, 援助中的关键配角 兔九皇子死在我手中, 男主胜算并不大。 我相信谢斐不会输, 并不顾他的阻拦, 陪他一起御驾亲征。 任务已完成, 宿主可以脱离世界。 我不走。 虽然本系统是救赎反派系统, 但谢狱是援助男主, 仍有光环, 宿主确定要留下吗? 确定。 谢狱是男主, 谢斐死是命数, 可我不信命数, 我做的从来都是逆天改命的事。 两军胶着, 这一仗打了三个月。 见多了战场, 我甚至看习惯了 最初让我恐惧呕吐的鲜血。 幸好, 男主光环没抵过谢斐的谋算 和为国拼死抵抗的战士, 齐国连连败退, 谢狱要输了。 但他不甘于就此任命, 想了个非常卑劣的法子。 他用文弱的性命威胁, 要求谢斐退兵三十里, 放谢狱和他的军队离开。 谢斐之前的强曲豪夺 的确迷惑了谢狱, 他当真以为谢狱喜欢文弱。 可看谢狱不为所动的模样, 他又开始慌了。 你赌错了。 我向前一步, 大声道, 谢狱喜欢的人是我, 又怎么会为了他退兵? 谢狱脸色惨白, 手中的刀不断晃动。 我不顾谢狱的阻拦, 一步步向前, 我与谢狱在冷宫相依为命多年, 你该知道, 他有多在乎我。 谢狱颤声道, 所以呢? 所以, 你不如换个人质。 文心。 谢狱的声音急得变了掉。 我回头, 用眼神示意他安心。 谢狱不在乎文弱, 我在乎。 谢狱不会为了他退兵, 却会为了我妥协。 谢狱, 我愿意跟你走, 可文弱不愿意, 他若是途中闹什么事。 谢狱心念急转, 思考的时间并不长, 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你, 你先过来。 我缓缓向他走去。 文弱双眸含泪, 摇头道, 我不要你换过来。 好在男主没打算出而反而, 架在他颈上的刀屑下, 转抵在我颈上。 我道, 若没有去处, 就去寻谢狱, 他会安顿好你。 谢狱懂我, 不会迁怒文弱。 见文弱不肯走, 我又道, 阿若, 别让我的牺牲白费。 文弱微微一正, 深深看我一眼, 向卫军那边跑去。 我松了口气, 这句身体会死, 但我不会死, 顶多就是疼一些罢了。 总比眼睁睁看着文弱去死要好。 谢独脸色铁青, 望向我的目光似一把利刃, 最终却还是率军后退。 我在心中道, 系统, 兑换力量。 非目标人物原因, 换身体的积分需要宿主自行支付, 友情提示, 您的积分不多了哦。 黑伤? 那就换十秒的。 十秒? 兑换成功的那一瞬, 身体仿若被轻拳洗过, 异常轻盈, 又充满力量。 我一个肘肌, 身后挟持我的谢狱, 直接跌倒在地。 来不及多想, 我拾起地上的刀, 对准谢狱的心口, 直接刺下去。 一系列动作, 行云流水, 速度之快, 力量之大, 让谢狱的随从们都愣在原地。 不过, 到底训练有素, 我刚松开刀柄, 一抹良意就穿透了心口。 我捂住胸口, 跪倒在地。 第一想法竟是, 系统也算是留情了。 一剑穿心, 可比病死痛太多了。 所有人乱坐一团时, 退后三十里的卫军 忽然出现在视野中。 上当了? 殿下怎么办? 他都凉透了, 你还管他作甚? 跑吧。 我无力地跌倒在地。 血液像鲜红的丝绸, 流淌一地, 不远处, 死不瞑目的谢狱没了气息。 这是我杀的第二个人, 同样是为了谢独。 但我不后悔。 眼前越来越模糊时, 我被人抱进怀里。 熟悉的温度, 熟悉的气味。 有什么温热的液体落到面颊上, 换回了我差点飘走的神志。 我睁开眼睛, 却看不清眼前的人。 大概跟上次一样, 哭得让人心碎。 我。 我张开口, 却吐出一口鲜血。 他凑近我唇边, 想听清我支离破碎的音调。 哎, 你。 所以别再哭泣。 我只是暂时离开你一会儿而已。 无论距离多远, 我都会跨越千山万水, 为你而来。 换身体的积分花光了我的家底。 系统还在喋喋不休, 宿主, 您真的要留在小说世界吗?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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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忍无可忍道, 真的真的真的。 反正我无父无母, 素质不详, 一个人惯了, 留在哪儿都无人在意。 除了谢斐。 可惜, 您是我遇到过最好骗, 哦不是, 最大方的宿主了。 是啊, 做个任务还得倒贴的宿主, 百年难得一遇。 再次回到小说世界时, 离我第二次死亡已经过去了一年。 我第一个见到的人, 是文弱。 他如今做起了生意, 由于他的靠山过于强硬, 没人敢找他的麻烦, 因此风生水起。 他一如既往的热情, 直接抱住了我, 早知道那谢玉是个混账, 我就该一刀捅死他。 我听他哭了半赏, 才安抚好。 一番告别后, 许事尽相情妾, 我迟迟不敢出现在谢斐面前。 直到他发现了我, 怎么不出来? 我才从他寝殿后的屏风冒出头, 尴尬一笑。 没有想象中的撕心裂肺, 反而体面的过分。 奇怪, 太奇怪了。 齐国已经亡了半年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于是硬喝道, 王得好啊, 哈哈。 谢斐沉默下去。 见我实在不懂, 他轻声道, 可你才会来。 我一愣。 我的意思是, 谢斐垂下眼帘, 低声道, 我很想你。 奇怪的感觉越发强烈, 我结结巴巴道, 对不起, 但系统制作躯体费了点时间。 没关系, 你回来就好。 谢斐微微一笑。 太温柔了, 太平和了, 太诡异了。 我试探道, 你生气了吗? 因为我的自作主张。 谢斐摇头, 我懂你, 不想看到亲人死在眼前, 人之常情。 那你。 我咬牙, 不顾羞耻, 继续道, 怎么都不抱我。 也不亲我。 恋人久别重逢, 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谢斐道像是我们冷战分手了一样。 谢斐正愣地看着我, 片刻, 他哑然一笑。 我不敢。 什么? 他闭上眼, 颤声道, 我怕眼前是梦, 怕你不过是我的幻想, 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要死在我怀中。 我不敢再失去你了。 鼻腔酸楚, 我直接扑进他怀中, 流泪不受控制地落下。 我道, 不是梦, 我是真的, 你抱抱我。 谢斐神色茫然地回抱住我, 似乎才确定了我是真实的。 我不会再走了。 从此以后, 我们之间不存在死别。 轻柔地吻落在额头, 一路向下, 落到唇边。 谢谢你。 我愣道, 什么? 谢谢你, 还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破题微笑, 轻声道, 也谢谢你, 等了我这么久。 这一刻, 反派少年终于得到了真正的救赎。 完。